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我们楼顶菜园除了种菜还种了两株葡萄 每年这个葡萄都挂满了棚 就是两株,就留一个枝藤来爬过去 里面那株是水晶,外面这株是飓风 里面这棵已经很老了 因此我们重新搏接了一棵,准备重新种过 它已经种了五六年,枝条有点老了 外面这棵还是比较新的 我们重新搏接了,这个高压搏接了一条 外面这棵就是第二年,它已经是我们留了一条枝条 它已经是挂满了棚 但是这个葡萄的话呢 我们这两个品种,飓风跟水晶都是五月六月就成熟吃完了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回这个农村老家 看到我们这个老家的一位老乡 听说它的院子里种了阳光玫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到底阳光玫瑰能不能够在我们家乡能够种 能够的话,我们就决定在楼顶里种上两颗阳光玫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院子是我们农村老家 这个老乡家的,院子还是比较宽阔的里边 什么树都有啊 栗芝龙眼啊,鸡蛋果啊 各种各样的树都有,现在我们果树都有 现在我们只是参观一下它这个阳光玫瑰 现在是八月除了,阳光玫瑰正好成熟 你看一下它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上面有塑料补膜来覆盖 下面一个一个,旁下面一串串的阳光玫瑰正好是成熟了 不弯腰也没注意,你看一下黄澄澄都透亮,非常的诱人 阳光玫瑰是很贵的那个品种,也很香也好吃 老乡他不愿意出镜,因此他叫我们自己看一下 他说这个品种在我们当地是可以种的 你看一下每一串 他说打理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也是挂满了枝头 最重要的是它七八月份才成熟 那个是五月六月份,我们种的那个是五月六月份成熟 刚好能够接上 那说明我们本地的话种阳光玫瑰还是比较适宜的 你看每一棵都挂了很多的这个阳光玫瑰葡萄 非常的清甜,香味 真的是很适合种 现在农村的话院子又大,种的果树又多 真的是很羡慕在农村有那么一个大的院子里边种满了果树 之前看到有网上议论为什么中国农村喜欢在院子里种果树 而西方喜欢种这个花 我也是比较赞同在院子里边种果树的 想吃什么果都可以 你看这个阳光玫瑰 一串串是不是很诱人 也比较大串,色泽也很美 也不难,也不是很难打理 就在家门口,就在自己的院子里 看完了我们就有心中有树了 决定真的是在楼顶呢 种上两颗这个阳光玫瑰 到明年这个时候就能够吃上阳光玫瑰了 那么5月6月我们有水晶飓风 7月8月就有阳光玫瑰 那葡萄就能够吃上几个月了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真的是太诱人了 一串串最满了这个枝头 这个阳光玫瑰 那朋友们对这个葡萄种植有什么建议和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看到的话会依给朋友们回复的 老乡家除了种阳光玫瑰 这边呢也是有一路是水晶和飓风胎 所以也是已经吃完了这边的果 所以我们也要学它 也要种阳光玫瑰能够接着上去 那参观完老乡家的阳光玫瑰葡萄 我们回家决定去购买这个阳光玫瑰 种在我们的楼顶上 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